- 歡迎收看 - 命運好好玩 - 大家好我是何杜麟 - 大家好我是年金文 - 今天是年初三的特別節目 - 是的喔 我們要新穿命蜜來給他大預言了 - 來…歡迎我們的命運老師 - 首先是要請問 - 首先歡迎黃尤甫老師 - 歡迎 - 各位觀眾新春快樂 - 財源滾滾 - 謝謝了 - 接下來歡迎我們風水大師 - 陳冠宇老師 - 歡迎 - 恭喜我們觀眾朋友 - 在這一年蜀年行大運 - 有數不盡的快樂 - 數不盡的鈔票 - 數不盡的鈔票 - 數不盡的鈔票 - 數不盡的快樂 - 數不盡的金錢 - 好開心 - 來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 歡迎 - 恭喜觀眾朋友 - 數年式家庭美滿身體健康 - 恭喜恭喜 - 恭喜 - 恭喜 - 來…接下來我們歡迎菲菲老師 - 菲菲老師 - 好 祝福大家 - 數年都能夠諸事順義 - 圓滿自在 - 才步順發 - 數錢數不完 - 數不完 - 數錢數不完 - 數錢數不完後面要加一句 - 數的都是自己的 - 自己的 - 不要幫老闆數了 - 來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 歡迎 - 觀眾朋友 - 祝福你金數年行大運 - 幸福數不完 - 耶 - 來 接下來歡迎菲菲老師 - 菲菲老師 - 恭喜 恭喜 - 祝福大家呢 - 金數年數錢數到 - 荷包都滿滿 - 耶 - 荷包都滿出來 - 很開心 - 怎麼啦 - 想到荷包滿滿 - 衣服都變形了 - 都放起來了 - 來… - 講到過年 - 我們大家都會想到說 - 哎呀 - 我心目中最… - 最記得的 - 最有感覺的一個年 - 對不對 - 印象最深刻 - 對啊 - 黃浩佛老師說 - 你最難忘的過年 - 是小學一年級 - 幾十年前啦 - 清朝的時候 - 差不多啦 - 小時候的記憶 - 現在相當模糊啦 - 是 - 很模糊的概念中 - 就記得小學一年級 - 那一次的過年 - 我家有四個小孩 - 就是我姐姐 我 - 下面還有兩個妹妹 - 是 - 但是我兩個妹妹在嬰兒的時候 - 就被人家抱走去做養女了 - 我們從小我印象中 - 從來沒有拿過所謂的零用錢 - 是 - 但是那一年過年 - 我印象深刻 - 因為那年拿到零用錢 - 太好了 - 就是除夕業了後 - 我爸爸給我們個人一毛錢 - 一毛錢 - 一毛錢 - 那時候一毛錢滿大的 - 可以買兩粒糖果 - 兩顆西瓜糖 - 所以那種糖 - 沒有包的那種 - 西瓜糖 - 一毛錢可以買兩個糖 - 或者買那個吹氣球 - 要自己吹喔 - 就是只有那個東西 - 大聲吹的那個可以買一個 - 或者抽魷魚 - 可以抽一次 - 在除夕那天 - 爸爸給我跟我姐姐 - 一人一毛錢 - 我們第一次有零用錢 - 非常非常高興 - 第二天就過年 - 到街上好熱鬧 - 結果你是花掉還是存起來 - 我跟我姐姐兩個人 - 懷抱著希望 - 拿著一毛錢 - 看這個 - 這是人生第一桶金喔 - 對 - 一直想要買什麼 - 買什麼 - 買到一直到傍晚 - 我們兩個都捨不得花 - 因為從來沒有錢嘛 - 為什麼 - 我跟你講 - 捨不得花 - 為什麼 應該小時候很開心 - 我要吃糖果啊 - 這就是她的人生第一桶金 - 她很小心 - 所以她沒有把它花掉 - 她就存起來 - 表示這兩個人 - 這一輩子不愁吃穿 - 謝謝您的祝福 - 我跟我姐姐 - 就一毛錢拿著 - 都捨不得 - 到那天晚上就睡覺 - 結果第二天 - 年初二嘛 - 年初二又外面又很熱鬧 - 又要拿著一毛錢 - 要出去 - 糖果還是抽魷魚 - 可是這時候是我媽媽的問題 - 因為我爸爸出去不在嘛 - 因為我爸爸出去不在嘛 - 我媽媽自己荷包拿出來 - 她身上沒錢 - 但是她要買菜 - 我年初二要總要買個東西吃嘛 - 那我跟我姐姐 - 看到我媽媽那個樣子 - 真的不知道怎麼 - 最後我們那個一毛錢 - 又交換給媽媽 - 最後我們手上就沒有了 - 看不出來 - 尤福老師很孝順 - 她知道 - 她知道 - 但是講起來 - 過年對年輕人來講 - 都是開心的事情 - 是 - 但是對我們這個年紀人來講 - 想起來過年 - 可能會有一些掉眼淚 - 為什麼要怎麼說呢 - 很多都是以前 - 已經過去的快樂的事情 - 那有一些 - 譬如說有些我們現在可能 - 你說團圓飯... - 但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 - 對不對 - 總之會有一點懷念 - 是的 - 但是過年這個時候很重要 - 今天出山喔 - 是的 - 那我們初四是不是 - 就是要贏財神了 - 對 很重要 - 接下來我們請冠魚老師 - 教我們如何贏財神 - 我才可以望一整年 - 真的 - 不要一毛錢是壓碎錢 - 還又要交回去 - 明天是出事 - 所以一定要記得贏財神 - 怎麼會贏財神 - 看這裡... - 正月出事贏財神的方法 - 第一個是要時間 - 時間非常重要 - 是 - 因為時間 - 我們就要找那個財神 - 最強的時間點 - 是 - 他在睡覺 - 你求他 - 可能求不到吧 - 他醒過來的時候 - 他望的時候 - 你請就馬上招手 - 他就過來了 - 所以要懂得時間點 - 好 - 時間點最好的時候 - 卯食 - 就是早上五點到七點 - 這個時間 - 在我們時間日子來看的時候 - 大禁禦堂的即時 - 大禁就是... - 大禁是一種貴人 - 所以貴人來的時候 - 他禁禦就進到我們這個家 - 所以都用這個時間 - 然後就把他財神也 - 請到我們家來 - 這個時間 - 老師啊 - 五點到七點 - 我睡得都很晚 - 沒這麼早起來 拜託 - 那怎麼樣 - 那用生死 - 那用生死 - 用生死下午 - 下午的生死三到五點 - 下午三到五點的時候 - 這一個時間叫什麼 - 清隆日露 - 是 - 日露就是今天的財露的時間 - 就是財神跟他報了 - 報了最大的時間點 - 就是說財神今天在數錢 - 這個時間絕對勝過於卯石 - 卯石是很穩的 - 是 - 大禁就是大概很穩的過 - 進到我們的家 - 禦堂進到我們的家 - 但生死是 - 清隆就是龍抬頭 - 清隆春天龍抬頭 - 龍抬頭起來的時候 - 剛好就直接沖了 - 錢財跟他大水一樣的 - 就好像大水一樣 - 就慢慢慢慢到我們家來了 - 所以說 - 用這個時間很重要 - 下午生死 - 那要怎麼 - 在哪個地方 - 要地點很重要 - 地點在哪 - 自家的門口 - 如果你在 - 有時候 - 我出去別地方不方便 - 在我家的門口 - 在家的門口的時候 - 有時候你說 - 我住高樓大廈 - 對 - 沒辦法辦那怎麼辦 - 也有門口 - 你就把你的大門 - 那鐵門稍微開一下 - 門稍微開一下 - 放在門口 - 向外拜就可以 - 那如果你家的 - 這一個外面附近 - 有這個比較頂盛香火的 - 這個廟宇的話 - 有財神廟 土力公廟 - 那都非常好 - 所以你就到那邊祈求 - 所以以自家門口 - 或是香火頂盛的廟宇 - 來祈求財神 - 那貢瓶要準備什麼 - 貢瓶也重要 - 這個年糕 - 田糕就是年糕 - 這個我們地價 - 再來發財 - 發財 - 發財嘛 - 貴源圓免滿滿的 - 麻辣 - 生仁堂 - 麻辣有生仁 - 麻辣有生仁 - 麻辣是做什麼 - 求其這一年能夠長壽 - 這能長壽健康的 - 生仁也是代表我們的長壽 - 這是拜一王大帝 - 拜神明最喜歡的一樣東西 - 所以準備這個 - 還有冬瓜糖 - 都是甜點的醬丁 - 冬瓜糖 - 還有冬的甜茶 - 甜茶 - 財神也來供的時候 - 喝過 經過了這些好兄弟的財神 - 給你長道 - 他一定會丟點財給你 -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 那在方向 - 方向也非常重要 - 方向是什麼 - 就是說今年的財神方 - 在西蘭方 - 西蘭就是你在你家 - 不管你只要用我們的手機 - 方向兩個出來 - 西蘭在那裡 - 那我就往那個方向 - 這個時候 - 我們三住清鄉 - 或九住清鄉 - 就往那邊慢慢的行酒幾公里 - 慢慢把它迎回來 - 能夠行九幾公里是最好 - 因為九幾公里 - 能夠讓你的身體形成一個U - 這個U把這個氣迎接回來 - 財神就直接過來 - 這時候就像我們去把它叫過來 - 這樣過來一樣道理 - 所以說要這樣照過來 - 所以你要形成一個U - 把它拉過來 - 這個氣拉過來之後 - 相信在這裡你有做過 - 贏財神的動作 - 相信一整年這數年了 - 一定能夠發發發 - 恭喜各位做蛋糕 - 謝謝老師 - 財運上面在租屋買屋 - 或者是這個房地產投資上面 - 或者是房地產的股票方面 - 應該可以順利的淨財 - 而且這個房產的增值跟紅利 - 都能夠順利的拿到 - 我們接下來就問李玉佩老師 - 她有個小故事 - 她覺得好心有好抱 - 怎麼說呢 - 千古不變的道理 - 那一次的經驗讓我覺得 - 第一次感受到土地公的立即顯靈 - 前年的年初五 - 我就從台中 - 我們家人就要開車回台北 - 那我們走南回公路 - 那在南回公路上 - 有一個地段叫做車城 - 車城有一個土地公 - 聽說它是台灣最大的一個 - 那除了我想說 - 拜土地公求財之外 - 因為最重要它旁邊 - 全部都是賣鹹蛋跟賣皮蛋的 - 想買一大堆回來 - 那其實過年年初五 - 它真的是人山人海 - 大家都來拜土地公 - 那我也一樣進去求 - 就是這一年的財運很好 - 那拜完之後出來剛好 - 那個門口的廣場在跳家關 - 在舞龍舞獅 - 對啊 - 那我就在那邊看 - 上很多兵炮 很熱鬧 - 新年快樂 - 鄉家地方他們在放到 - 還是不節制的 - 就噹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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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來呢 - 舞龍舞獅完了之後呢 - 大家人潮就散了 - 那我們這要轉身走 - 去買鹹蛋的時候呢 - 就在那個爆竹的穴穴當中呢 - 就感覺有一個很熟悉的圖騰 - 很熟悉的顏色 - 對啊 - 但是它有圖案的啊 - 那它有一半被爆竹的穴 - 給遮蓋住了 - 然後呢我就過去一看 - 撿起來 - 它是一個用橡皮圈捲好的 - 一捲鈔票 - 千元的 - 千元鈔票 - 是一疊 - 真的是一疊 - 一捲千元鈔票 - 捲起來的 - 那我們家人呢 - 六個人就圍在一起了 - 拿出來當場所 - 當場分了 - 三萬兩千塊 - 三萬二 - 妳們一家人就圍起來 - 立刻這樣 - 不是 妳兩千 - 我兩千了 - 妳分本的有嗎 - 那因為... - 數前一定要了解的動作 - 因為我是發現的人嘛 - 所以我在數 - 所以馬上就開始 - 陷入了一個天人交戰 - 就是拜託 - 妳說真的這麼靈驗嗎 - 妳真的是天上 - 馬上就制裁給妳 - 所以就開始惡魔跟天使在拉扯了 - 如果是土地公賜給我的話 - 那應該是歸我的 - 對 -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在講 - 好像這樣 - 撿到人家的錢 - 沒有... - 沒有交房回去 - 對良心說不過去 - 是 - 就在那邊猶疑了一下下 - 後來我們家人呢 - 馬上就做出一個結論 - 就是這樣好了 - 我們在這裡等半個小時 - 如果有人過來找 - 那我們當然就還給他 - 如果沒有的話 - 這就是土地公賜賜給我們的 - 那如果是沒有人找 - 這三萬兩千塊 - 我們的分配是這樣 - 一萬五捐給土地公 - 一萬五帶回台北 - 因為我都有禮潮基金會在捐獻 - 就捐給基金會 - 兩千塊就是我們自己享用 - 我們就在旁邊等 - 真的不是我的 - 大概等了二十多分鐘的時候 - 就看到有一個人 - 沿著那個報竹堆 - 他用腳在撥那個 - 很明顯的就感覺 - 他是在找東西 - 經過我們面前的時候 - 我們就問他說 - 你在找什麼 - 他說沒有啦 - 就是在找錢掉了 - 他看到我們在那邊等 - 他也很靈敏 - 他就說 - 你們有看到一捲鈔票嗎 - 好啦 - 那我是戴口罩的 - 怕被別人認出來 - 我就問他 - 我說你掉了多少錢 - 他說用橡皮圈捲的 - 三萬兩千塊 - 好吧 - 師主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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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們就乖乖地拿出來 - 說我們撿到了 - 他非常的開心 - 他說他今天也是來拜土地公 - 其實他拜也是有保幣 - 有保佑 - 要不然的話他可能就掉了 - 就沒有他就破財了 - 所以他當場就數了五千塊 - 他說小姐謝謝你們 - 你們十經不昧 - 真的你們真是好人 - 好大方喔 - 他說這也是一個蜥蜴 - 他說過年見紅嘛 - 對 - 收下吧 - 這個可以收了 - 收了吧 - 這個可以收了 - 對 人家主都要給你的 - 既然被人家灌上了 - 十經不昧的美名 - 那拿人家五千塊 - 好像也那個 - 我覺得很不昧 - 對不起土地公 - 對 你就收下來 - 口罩一拿下來說 - 我是吳美玲 - 你很壞喔 - 你好壞喔 - 我就跟他講 - 我說那這樣好了分紅了 - 那就是拿五百塊 - 那他也不好意思 - 他一直要五千 - 後來還是拿了五百 - 那這五百塊 - 你說買什麼 買鹹蛋嗎 - 我們就說好 - 那就賭運氣好了 - 那過年的時候 - 都會有一些殘障人士 - 在那邊賣瓜瓜樂 - 那乾脆這五百塊就壓寶 - 又買了一張五百塊的瓜瓜樂 - 也是愛心嘛 - 是 五百塊 - 花一次 - 對 各位猜 - 中到多少錢 - 猜到的商 - 兩千 - 哇 - 猜到三百塊 - 那肯定重點 - 滿多的喔 - 快點 你猜這 - 一萬五 - OK 好 - 我剛剛猜兩萬 - 兩萬 黃老師 - 一定有五千嗎 - 五千 - 要八千吧 - 八千 - 林寧老師 - 一萬 - 九千 - 沒有 好像沒有九千的獎金 - 來 一萬二 - 一萬二 - 來 請公布 - 六千 - 我送不到六千 - 當初刮到六千 - 還是滿開心的 - 那當然那個 - 刮刮樂的那個人 - 他說要不要 - 就是說你手氣這麼好 - 要不要再 - 根據我的經驗 - 這個叫做手氣好 - 我如果再壓下去的話 - 那可能就不是偏財運了 - 所以我就拿了六千塊 - 當然捐給土地公兩千 - 四千塊我們就大家樂 - 吃掉了 - 所以這是我這一輩子 - 活了三十八年 - 第一次感受到土地公 - 這麼的立即靈驗 - 所以推薦大家 - 路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 一定要去拜土地公 - 土地公還是給他六千塊 - 而且重點是好心有好棒 - 好棒喔 - 好喔 - 接下來我們請艾菲爾老師 - 幫我們講一下 - 二零二零年十二星座的運勢 - 財運這是如何呢 - 好 我們來看一下 - 二零二零年十二星座的 - 財運分析如何 - 那個我們來請大家參考 - 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 如果說你名次靠前的話 - 你的財運就會非常好 - 那麼如果說名次靠後的話 - 就要特別小心 - 有可能還會有漏財的問題 -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 從中間來為大家做揭曉 - 第七名的部分 - 就是在這個二零二零年 - 財運偏中間的部分 - 看看哪個星座幸運上榜 - 天蠍座的朋友 - 天蠍座 - 來看一下是合作糾紛 - 財氣難聚 - 如果是說你是這個上升 - 或者是太陽天蠍座的朋友 - 這是一個新年提醒 - 整年度要特別小心合作糾紛的部分 - 其實我們覺得賺錢非常辛苦 - 那麼有時候你想要跟人家合作 - 但是合作就會引發一些新的糾紛 - 反而不容易聚財 - 這個部分就特別提醒你 - 如果是說你想要在二零二零年 - 繼續賺錢的話 - 可能獨資會比較好一點 - 再來看一下第六名的朋友 - 太陽上升如果是天蠍座的朋友 - 天蠍座 - 還不錯 - 是前六名 - 是投資穩健 - 而且房產增值 - 所以呢如果說觀眾朋友 - 你是天蠍座的朋友 - 在二零二零年你的財運上面 - 在豬買屋 - 或者是這個房地產投資上面 - 或者是房地產的股票方面 - 應該可以順利的進財 - 而且這個房產的增值跟紅利 - 都能夠順利的拿到 -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 第八名的朋友 - 第八名也是比較偏後面 - 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 - 金牛座 - 金牛座 - 是 金牛座的朋友 - 在二零二零年要注意的是 - 風險增加才來才去 - 其實很多財經專家都有預測 - 二零二零年 - 它是一個就叫做在 - 烏雲下的派對 - 它形容整個整年度的 - 一個經濟環境 - 所以呢這個風險增加的部分 - 不管是這個 - 貿易的問題 - 或者是這個經濟衰退的問題 - 或者是經濟成長率降低的問題 - 這個部分都要小心 - 因為我們畢竟在努力求財 - 都還是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 所以金牛座風險增加才來才去 - 在二零二零年守財 - 或者是謹慎投資 - 或者是比較保守投資 - 對你來講會比較適當 - 再來看一下第五名 - 就是財運靠錢的 - 我們來看一下 - 第五名是誰 - 哪一個星座呢 - 是處女座的朋友 - 是我們有這個主持人上榜 - 是財富安穩 - 而且叫做持飲保財 - 整體來講是非常幸運的 - 代表說在二零二零年 - 你的財運跟財氣 - 是比較安穩的 - 有賺到的錢財 - 不會是一個過於雲煙 - 能夠入貸為安 - 而且你在這個財庫的部分 - 能夠日漸的增加 - 叫做持飲保財 -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 - 財運的一個祝福 - 再來呢 - 我們來看一下 - 第九名的 - 2020年 - 你的好運在何方 - 好的 - 請大家評第一直覺來選擇 - 選擇 - 選擇A選項的這張牌呢 - 就是有兩個人很像在交易 - 第二張牌呢 - 就是很像一個將軍 - 準備要去打仗 - 那C選項就代表是一個 - 很像佛像的這個 - 很有佛緣的感覺 - 是 第一選項呢 - 就代表只是有很多 - 桃花朵朵開 - 而且還有錢 - 那最後一張牌呢 - 代表就是很像我們的一個 - 很有這個 - 服務受洗的這個財神 - 對 - 請大家評第一直覺來選擇 - 再來呢 -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九名的這個 - 是誰呢 - 太陽上升是偏厚的 - 是獅子座的朋友 - 稍微要注意一下了 - 是叫做生活比較超煩 - 而且呢 - 賺錢比較辛苦 - 工作雖然要努力沒有錯 - 但健康也要顧 - 千萬不要賺得了錢殘 - 但是健康反而失去了 - 就變得是說你會比較超煩一點 - 就覺得說太辛苦了 - 再來看一下第四名的朋友 - 是財運比較靠錢的 - 太陽跟上升如果是雙宇宙的朋友 - 我們要恭喜你 - 專注你的興趣 - 而且能夠心想事成 - 其實重點就是專注於你的興趣 - 有可能比如說你喜歡音樂 - 那麼你去學音樂 - 有可能這個興趣 - 能夠為你帶來錢財 - 或者說你喜歡跳舞 - 你就去努力地跳舞 - 那麼有可能你未來可以成為舞蹈老師 - 都不錯 - 而且呢在求財的部分 - 你只要依循著你的興趣去發展 - 都能夠獲得心想事成的好運氣 - 再來我們看第十名的部分 - 來 牡羊座的朋友 - 要小心啦 - 是是是 - 叫做遇到騙子小心理財 - 其實我覺得在2020年賺錢 - 大家都很辛苦 - 但是有些人呢 - 比較要更小心的部分 - 叫說他們會太過衝動 - 或者是賺錢 - 在擁有錢財的部分 - 可能忽略了謹慎 - 會遇到騙子 - 那這個騙子 - 你不要 - 有可能會是你的同學 - 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 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 所以你要小心理財 - 要小心喔 - 對 -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三名的朋友 - 第三名 - 來 我們來恭喜摩羯座的朋友 - 我要上榜了 - 我們敬文又上榜了 - 來是財氣的珍強 - 而且越賺越多 - 所以呢對於摩羯座的提醒 - 在2020年我給你一個重點 - 就是說你要持續的努力 - 每天都努力 - 每天都能夠財氣增加 - 而且每天都能夠數到錢財 - 非常不錯 -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 第十一名的朋友 - 倒數第二名 - 對 - 這個是非常要小心的 - 已經是倒數第二名了 - 水瓶座的朋友 - 來看一下 - 2020年你的財運的部分 - 叫做賺多花多 - 財多深入 - 這個水瓶座的朋友 - 在2020年財運的部分 - 其實不是說你賺不到錢 - 而是說你有賺到錢 - 但是你花費更多 - 所以呢變成賺多花多的部分 - 要請你特別注意 -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名的部分 - 算是2020年是你的幸運年了 - 雙子座的朋友 - 好棒喔 - 代表的是股票增值 - 而且賺得紅利 - 這個雙子座就是 - 比較是屬於能夠躺著賺錢的 - 因為它的股票增值 - 不用辛苦 - 你只要把錢放在股票上面 - 這個股票只要是會漲的股票 - 你就能夠賺得紅利 - 太好了 - 所以雙子座在2020年 - 我覺得你有很好的投資運 - 一定要能夠試試看你的手氣 - 跟運氣 - 先看第十二名 - 好 這個就一定要小心了 - 是誰 - 一定要去 - 拜土地公了 - 來 巨蟹座的朋友 - 巨蟹座 - 代表的是在2020年你需要周轉 - 而且負債增加了 - 這代表是說你可能會有一些負債的問題 - 那麼這個負債有可能是你買房子要貸款 - 或買車子要貸款 - 或者是說你在2020年你要付小孩子的就學貸款 - 整體來講就是有一些新的負債會增加 - 請你特別小心 - 再來我們最要恭喜的是2020年求財最為順利的第一名 - 我們要恭喜的是 - 射手座的朋友 - 代表的是賺錢渠道倍數的增加 - 就是說以前你可能有大財小財 - 但是你在2020年你不管大財小財 - 巨大的財或者更大的財富 - 你都能夠賺到 - 你賺錢的渠道就是非常多 - 五湖四海都能夠盡財 - 所以恭喜以上上訪的朋友 - 過年期間我們來聽林玲老師說過年的故事 - 說你最難忘的一個過年是 - 有一年兒子包給你紅包 - 對 非常特別 - 怎麼講 - 因為你看我們這個年紀都是要參加 - 那個就是小孩 - 老師你兒子多大 - 三十四、三十二、三十 - 妳是幾歲就生小孩啊 - 你十歲你就生小孩 - 沒有 - 對啦 十六歲了 - 三個都兒子 - 對 三個兒子 - 然後都沒有 - 都不交女朋友啦 - 到去年的時候 - 過年我們每一年的團圓飯 - 都會大家互相送紅包 - 討個好兆頭嘛 - 然後三個兒子就吃團圓飯 - 就說爸爸媽媽可不可以上座 - 然後三個兒子就會跪下來 - 就是獻他們的紅包給我們 - 然後三包紅包嘛 - 老大、老二、老三 - 然後我跟爸爸兩個人 - 就開始開那個老大的紅包的時候 - 看到老大、老二的紅包寫什麼 - 兒子的血汗錢 - 有些在街上有賣 - 太虛了嗎 - 賣紅包在上面寫兒女的血汗錢 - 這怎麼趕花啦 - 就還他們兩個 - 而且很厚喔 - 然後再打開 - 那個小兒子薄薄的奇怪 - 這個紅包袋前面就 - 地解良緣 - 然後一個大喜致 -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 兒子你是沒有那個紅包袋嗎 - 為什麼會用這個好像要去喝喜酒 - 然後我們就想說算了 - 就給他打開 - 然後看到我那個面紅耳刺的兒子 - 一直開始越來越紅的那個 - 那個臉都這樣子脹的紅紅的 - 然後我就覺得很玄你知道嗎 - 我一打開看到 - 唉唷 - 真的很清秀的一個女孩子照片 - 唉唷 - 什麼啦 - 有對象了嗎 - 我兒子說 - 爸爸媽媽 - 我今天很鄭重地跟兩位老人家說 - 我交了女朋友而且兩年半了 -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非常安靜的思藏 - 就這樣 - 這個好 - 好精采的 - 他好開心的 - 然後呢 - 觀眾朋友 - 我跟你講我還有大漢好戲 - 還有第二個兒子齁 - 你們不用考慮思藏的臉 - 看我就知道 - 我兒子長得像我 - 你現在是在幫兒子求人嗎 - 招親 - 幫兒子招親 - 出三嘛 出三很多人看電視 - 老師嫁到你們家 - 有聘金有多少錢 - 一棟房子 - 一棟房子 - 有嫁給你兒子就有一棟房子 - 對 - 好 - 老師 - 你大兒子建議姐弟戀嗎 - 可以姐弟戀嗎 - 可以嗎 - 這樣你 - 你夠孝順我就可以 - 好 - 所以有一棟房子嗎 - 有一棟房子 - 好 - 我請你大兒子把我的照片 - 放在紅包袋裡給你 - 好不好 - OK OK - 好 - 如果想要跟我做親家的 - 過來 - 撥電話過來 - 過年期間我們不免要來試試 - 各位老師們的手機 - 什麼呢 - 新春爆爆樂 - 我們有主定人指定 1到99其中一個數字 - 我們自己把它寫下來 - 不給他們看 - 好 - 然後讓他們來依序來猜 - 誰要是猜得到這個數字的話 - 那就表示你今年財運特別好 - 旺到爆 - 你既然財運特別好 - 那就請奉獻 - 請布施 - 請布施 - 請布施 - 觀眾朋友自己在家裡面 - 也可以跟家人們一起玩 - 看今年家裡面誰的這個財運最好 - 對的 - 好了 -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看到數字 - 好 - 來 蓋牌 - 蓋牌 - 我們要從誰開始呢 - 黃老師 - 從幾號到幾號 - 來 0到99 - 17 - 17到99 - 來 菲菲老師 - 88 - 哇 - 17到88 - 來 吳秉林老師 - 給約1500的位 林老師 - 66 - 66到88 - 好 - 66到88 - 哇 - 哇 - 哇 - 八七 - 唉唷 - 66到87 - 你… - 你… - 你拋錢 - 你要包多少 - 我先講數字 - 對…- 你先說你要包多少錢 - 我包500 - 嚇到 - 67到88 - 69 - 69到88 - 哇 緊張 - 再來就是林老師 - 差不多了 差不多 - 蛤 - 你們家房子多 - 你不可以給我 - 來 請說 -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 拿固定薪水的人 - 而你手邊呢 - 有其他的一些專業 - 或是技巧在的話 - 這些專業這些技巧 - 給你 - 可以為你開發 - 額外的收入 - 其他的人呢 - 這些筆劃的人 - 在2020年來講 - 他一馬心動 - 也就是說 - 如果可以的話 - 有機會外派的話 - 你千萬不要拒絕 - 因為在2020年的這個外派 - 你的收入 - 薪水可以說是兩倍漲 - 再來就是林老師 - 差不多了 - 差不多 - 你們家房子多 - 你不可以給我 - 來 請說 - 69到88 - 我通常都會 - 唉唷 我很可怕耶 - 我們都在練習 - 我就已經猜中了 - 菲林 - 70 - 70到88 - 70到88 - 黃老師 - 76 - 76到88 - 艾菲老師 - 好 - 好 - 我包一千 - 好 - 76到88 - 85 - 76到85 - 十嬰不昧的 - 十嬰不昧的 - 來老師 - 八十二 - 七十六到八十二 - 菲菲老師你要包多少 -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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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千五 - 哇一支就好 - 這一支就好 - violet - 76到82 - 七十八 - 八 - 啊 - 阿佳老師 - 八 - 哈 - 下六 - 下六 - 啊 - 七十六到八 - 七十八 - 七十八 - 七十八 - 大概是四 - 七十六到... - 七 六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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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寫紅包嗎 當然 要要要 好好好 來來來 你自己寫 哇 你今年會忘當放喔 我來寫一下吧 來放在我們節目的 我們的聚寶盆裡面 好 剛剛老師 你最後的加碼是多少 1500 好 我就1580 哇 極力數字 對 1580 可以啦 什麼 太小了 太小了 對啊 過年啦 我們可以加碼80 太小了 明明就是 娟姐怎麼覺得 大家不開心呢 對不對 對 娟姐就是大家開心嘛 等一下 告訴我 直接告訴我答案 我包一萬 包一萬 好了 我覺得啦 就是說因為年輕人 要亮麗而為 你哪年輕 這邊都是年輕人啊 這邊都是年輕人啊 老師也只有今天可以包包 好 好了 不要多說 兩千塊 我都說不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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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貪財 貪財 感恩 好吧 既然大家這麼開心 我們就請菲菲老師來幫我們 八次塔羅摘譜 2020年我的好運在何方 所謂新年新氣象嘛 現在就請大家一起來占譜 2020年你的好運在何方 好的 請大家評第一直覺來選擇 選擇A選項的這張牌呢 就是有兩個人很像在交易 嗯 第二張牌呢就是很像一個 將軍準備要去打仗 那C選項就代表是一個 很像佛像的這個 很有佛緣的感覺 是 D選項呢就代表是 有很多桃花朵朵開 而且還有錢 那最後一張牌呢代表就是 很像我們的一個 很有這個 服務受洗的這個財神 嗯 對 請大家評第一直覺來選擇 好的 來 來 第五個E 我要選E Best B B 第三 C 來 E 第五個 E 那我來個A A 大家要選擇 我選 第五個 好 很多人 現在我們就從A選項開始來揭曉 選擇A選項的觀眾朋友 你2020年你的好運在何方呢 在哪裡 財運 招財祭保 太棒了 990分喔 因為你看他正在交易嘛 貨幣嘛 所以代表說今年你在財運上呢 會特別的順遂喔 也許你有在投資 可能獲利上會不錯的發展 或者是你有這個業績的績效呢 也許會交出不錯的成績單喔 或者有一些人想要在年後來轉換跑道的呢 也有望可以找到你理想中的好工作喔 超酷的 可以像就是說在出事的時候記得贏財神 那平常的時候也可以準備一些花生糖 或者是紅白湯圓去拜這個土地公喔 都可以幫助自己的財運越來越旺喔 好的 太好了 接下來選擇B選項的呢 觀眾朋友 你的好運在何方呢 在哪裡 工作 紅圖大展 飛黃騰達 有80分喔 所以今年20年你的事業呢 會漸漸的越來越好喔 那可能說你有做一些 可能你自己的一些身心靈的成長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去培養一些專長啊 對不對 或者是你自己的人力終於被發現了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就會要好好的把握喔 也代表說你升遷跟加薪的機會也增長囉 那有時候也是貴人來相助的話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 欸 資源投入了 或者是有好的工作合作機會 都可以幫助自己事業更上一層樓喔 那可以開運的方式就是在周五的時候呢 就是初五開工的時候 可以多廣結散源 可能請大家吃吃喝喝啊 都可以幫助自己活弱人脈喔 所謂人脈生前脈囉 哇 好喔 接下來呢 選擇C選下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的好運在何方呢 健康平安喜樂福壽 愛康有70分喔 因為健康真的是財富之手 有好的健康才有所謂的幸福的人生啊 是的 所以今年可以適合說替自己做一個 詳細的全身健康檢查以外呢 比如說可以去廟宇拜拜 然後身心靈上的療癒呢 可以幫助自己的思維思綠呢 可以作為這個智慧的處事 幫助自己的運勢越來越好喔 那當然如果你想在年後減肥的人呢 也可以好好的著手計畫囉 我相信你會有不錯的成果囉 恭喜 接下來選擇第一選項的 觀眾朋友你的好運在哪裡呢 在哪裡 感情 現場都沒有人選這張牌齁 代表的就是忠誠眷屬喜結良緣喔 今年你的桃花將會躲躲開喔 所以如果是單身者呢 你就可以勇敢一點去表白 說不定就會成功囉 那也可以多去敞開一下心胸呢 也會遇到這個不錯的真祕天子或真祕天女喔 那有伴侶者呢 當然就可以譬如說 就是全家一起去旅遊 增進彼此的感情喔 那平常的時候可以帶一些甜甜的巧克力 甜甜的糖果去祈求月牢喔 這樣可以幫助自己呢 來求得好人緣跟好的桃花運喔 最後呢選擇一選項的觀眾朋友 唉唷 真抱歉啦 是誰啦 我跟黃老師我們都是想說選這個 健康對不對 他就是壽新翁對不對 好 即將來揭曉喔 2020年你的好運在何方呢 家運 福利門喔 家和新旺喔 代表著福入壽喜才進你家囉 所謂家運只要旺 你的好運就會跟著來喔 所以很多事情都會覺得逢兇化急啦 那擁有這樣的好運呢 一定要心存感恩的心 然後呢可要多布施 或者是多關回你的長輩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幫助自己呢 這個福氣能夠延年不絕喔 好運就會不斷而來囉 恭喜大家 恭喜 黃老師 你運氣這麼好請布施 來 篤林哥你運氣也不錯請布施 黃老師 我祝你選上這張 我祝你活到兩百歲 活到沒朋友 活到很無聊耶 我一兩寫兩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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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好大方喔 老師是我們的 我們的家有一老最長這一輩 對 如果有一寶嘛 我們不能超過他 是這樣子 是你一定要超過他 不行 我們沒有超過他不禮貌 超過他不禮貌 好 那你要寫多少啊 那大概 1888 也算是有個吉祥數字就對了 對 謝謝老師 感謝感謝兩位老師喔 是要簽名喔 要簽名喔 要算數的喔 對啊 沒人吹沒人耶 才知道要找誰請款啊 剛才九十分是誰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那我就放心 不然我們主持節目很累 對啊 來 休息一下 經濟廣告馬上回來 而且要從清晨就要去菜市場 半年貨 然後人擠人 然後最後還要到晚上 準備最澎湃的一桌 對啊 然後那一天終於到了 所有的親友喔 就 越來越多人來到我們家 想說 到底要準備什麼樣 可以操可以吃了 然後都很開心地把它吃完 也很捧場說 你終於可以嫁人了這樣 是嗎 是嗎 就是吃完 聽你說趕快把它嫁 對 不要再擠了 留著沒有多大用處 對啊 來 過年喔 我們要這個來聽陳柏妤老師 所以有一年過年 你收到一份很驚喜的大人物 在台灣以前早期送禮是什麼 開始流行送這個 我們的XO的時候 Hennessy的時候 幾乎從過年初一到十五 天天朋友都在家裡面喝酒 喝不完 再來呢 流行紅醉怕的時候 有一段是流行 台灣有一段流行是 Roy Salu 也是很多 在有一段最糟糕的是什麼 流行紅酒的時候 都送來都是一箱一箱 露在那裡 你怎麼喝 真的家裡面整個堆滿 老師說的那是當年台灣前 煙角木 煙角木的時候 七十幾年八十年那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來的是 一箱一箱的紅酒露在那裡 但這還不特殊 這樣還不特殊 這還不特殊 我有一家剛好 2005年過年那一年 剛好要過年到2006了 那一年的除夕前一天 突然間那天 下午的時候 一個朋友說要到我家來 他在埔里 他住埔里 結果到我家來 好 可以來 沒事嘛 除夕這一天 我不在...我在台... 問我在哪裡 我在鄉下 我不在台北 所以我在...我是彰化惡靈人 所以到家了 今天下午來的時候 突然間 怎麼用一個包裝禮盒 盒子包裝紙 噴得很漂亮的 一個車子扛下一樣東西 不知道什麼 什麼 是什麼呢 送到你鄉下老家 送到鄉下的 對 他送到台北的環豆 送到台北的環豆 結果打開是什麼 原住民... 大家有沒有台灣是 原住民的烤乳豬 好棒喔 原住民的烤乳豬 而且他還特別定的 特別定的這一隻大烤乳豬 比一般他們烤的烤乳豬還大 那比我還大 真的假的 真的一百 差不多一百出頭筋了 有 那用那個不鏽鋼管 給你烤了 差不多烤了一天多 一天多才烤熟 慢慢烤 烤出來的 他本身這個人是怎麼樣 在瑞坦那邊 本來原來做一個飯店 生意非常差 那這會很巧合 我們去幫他改了辦公室 所以整個飯店 他要重新裝潢 我們就改過 改過以後 整個生意很好 OK 它很好 那飯店很好 合理 應該很合理 瑞坦大家觀光旅遊很多 對啊 結果後來不是 最主要是 他那一段是改過以後 又種了一個樂透彩 六合彩 他們台灣還地下 還有在賭這個六合彩 香港那六合彩的 是 也種了幾百萬 所以他特地準備了這些大乳豬 各位想想 突然間一個朋友 送了一隻大乳豬 這麼大一百斤到你家 你要怎麼吃 這才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 團圓飯應該很多人 可以送個全部的村民 你一家人在座 一家人 你再多也十幾個人 結果那一隻乳 你要左鄰右舍 拜託有人還會 切來拜託 你還沒去哪裡 送這麼大禮 真的非常驚喜 對 但是這個時候是 前走鄰右舍都有福 但這個時候 刀就有問題 結果還要去找 村裡面在賣豬肉的 切那一隻大的剁刀 來幫忙開這隻刀 那隻豬肉開著 分了一塊一塊 再分給大家吃 不能撐不完 這個大家都好開心 所以說我們當風水師 所有東西 我的最滿足 最感覺富足的是什麼 紅年過節這些客戶的回饋 是 對不對 那種心意的回饋 它是最富足 是 所以人生富足當中 當你有這種喜悅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來 一整年的好運 真的 所以我當然 我那個除夕收到 這一隻大乳豬之後 那一年 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心理上 就有一種富足感 富足的滿足 就會產生一種 你內心有一種放光 這種光的時候 就覺得 今年我一定是大發 結果那一年 我就如果我們就算 以做生意的業績去算的時候 到六月份的時候 以跟過去往年 一年的業績 全部做到了 所以有時候 你們觀眾朋友 當你 當你如果有 懂得去回饋別的人 你也會發 那被你回饋的人 他一樣會發 所以我們在這過年的時候 我們奉勤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我們命運好玩的朋友 都能夠接受這種善知識 我們的命運好玩 提供給你們善知識 要去執行 你有賺錢去回饋一下 你的恩人 那這個恩人的時候 互相都感到非常富足的時候 那是一種共同創造出的能量 這種能量就能創造你 這一個來年的一切的好運 超棒 謝謝老師 永遠互相祝福好嗎 真的 觀眾朋友看一下 人家老師都有得烤乳豬 我們同樣做命理節目 對不對 我們也有福利 你現在主持 我跟你講 每年差不多有七八本農民歷 做得來 我們請玉佩老師 想說什麼姓名比劃的人 2020年可以忘到翻 好的 忘到翻我分兩個 一個是財運 一個是屬於桃花 那我們來講 最重要的是財運 那如果對照的觀眾朋友 那真的恭喜你 2020年你這財運 真的是很旺 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要看的是 名字的總格 所以大家就把名字的總格 筆劃拿出來算算看 你是不是2020年財運 可以忘到翻的人 好 總格其實就是 你名字的三個字 或是兩個字 相加起來 它的總筆劃 如果你的總格是 分別出現了16或是18 23 27 35 38 47 跟58的人 那這些筆劃總格的人 到底是財運哪一方面的旺 比如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拿固定薪水的人 而你手邊有其他的一些專業 或是技巧在的話 這些專業這些技巧 可以為你開花額外的收入 比如說 我是一個上班族 但是我很會畫圖 那幫人家畫圖做設計 我賺到了額外的收入 還有的人 現在很流行去做一些烘焙 甜點這些 因為你做得很好 所以口碑很好 所以大家就不斷地跟你電貨 說不定你這個額外的收入 會遠大於你本業的一些收入 這是其一 其二的人 這些筆劃的人 在2020年來講 他一馬心動 也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有機會外派的話 你千萬不要拒絕 因為在2020年的這個外派 你的收入 薪水可以說是兩倍漲 除非你自己就是很敗家 要不然到了外面的地方 你把這個多的錢給存下來 你如果會存錢的話 你一年累積下 真的是很可觀的 一年敵兩年 真的 不是 如果說我是三萬的話 我出去就是九萬 是這樣的一個收入 所以這個賺的叫做一箱財 財在一箱 所以非去不可 那還有的人呢 就是2020年 你可以做一些生意 或是做一些投資 當然這些生意 這些投資一定是要你很熟悉 你有做過功課的 因為財運很好 所以你的投資 或是你的生意 都會為你帶來創造佳績 當然也有2020年 他的這個收入好是來自於 他的人氣 人氣非常的旺 如果說你是一個直播主的話 超級好的 你的收入都跟你的直播有關 每一次開直播都是滿堂紅 所以財運是非常棒的 好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我們是桃花旺道報 我要看的是第一格 天上有太陰星君 他們保佑我們 事業愛情的成功 但是太陰可以知道 他比較保佑在女性 男性是不錯 女性更好 那麼勾腳就知道 就有一些摩擦 工作方面 親人方面 你要注意一下 來看第二個組合 我們是桃花旺道報 我要看的是帝格 帝格就是你名字這兩個字相加 就像靖文 連靖文他的帝格 就是靖文這兩個字相加 所以他的帝格的筆畫是28話 好那觀眾朋友 你的帝格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什麼樣帝格筆畫的人 討花旺道報 一個十五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八 敬文 三十二跟三十五跟三十六的人 好 開心 怎麼這麼棒啊 來 桃花旺也要布施就對了 對啊 只要今天有對到的都要布施 我們不能超過他是不是 對啊 那我1998 可以嗎 可以嗎 也是有個吉祥數字 對啊 1998 好的 讓他好點 謝謝蓮小姐 好 另外有一些品牌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恭喜你了艾神來敲門 2020年你是可以脫單的 其實2020年 桃花的機會是滿多的 那不管是來自於職場上 朋友的介紹 其實只要有機會你都去 我還擔心你多到 你會有一點點的選擇障礙 困擾對不對 困擾 對 真的 好像張先生不錯 李先生也不錯啊 出現了選擇障礙 那不管怎麼講 你不要把自己困在家裡 好 有的人甚至於呢 他可能還會有散婚的念頭 那針對呢 如果說你已經是愛情長跑很久的人 那在這一年 你會結束你的戀愛 走入了婚姻 也就是說結婚之年的機會到了 那就要準備辦喜事了 那當然如果說呢 針對是已婚的人 或是說他的工作性質 跟桃花有關的 我覺得在這一年當中 會因為桃花給你帶來的 所以像靜雯 如果說沒有反應在你的感情上面 那再來一年呢 你的這個觀眾緣 觀眾緣是非常非常好的 任何的表現都是受肯定 受歡迎的 再寫一個紅包 再寫一個紅包 對啊 再寫一個紅包 好熱啊 要加倍 好運 好運 好 那就1998再一包 好熱啊 如果是業務工作者的朋友呢 你的貴人是異性 所以你談生意的話 盡量去找異性 你是男生你就找女性的客戶 你是女性就去找男性的客戶 你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 這個叫做桃花代財喔 它不管你對到的呢 是來自於財運的或是桃花的 其實在2020年你的運 是都很讓人流口水的喔 這兩個組合就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算的這個都超準的 老師 你沒有參與會那個 你是要我把前面土地公的捐款 拿出來嗎 對啊 土地公 你看工作人員們都這樣笑盈盈的 喔 哇塞 老師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水瓶座的老師 對 多少要看一看一看 唉唷 來 我們現在再玩一次數字 好 來 六百到四千中間 好 剛剛寫的是吧 對啊 剛剛寫的 三千六 對了這個啦 老師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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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寫一個 你啊 再寫一個 我下去 我下去 你今天運氣也很好耶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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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喔 再為新春爆爆了 Yeah 黃老師 六百到三千之間 八包多少 兩千八 兩千八 喔 那是現在是 兩 六百到兩千八 六百到兩千八之間 六百到兩千八 六百到兩千八 對 之間 幸運 你猜一個數字 他剛剛老師寫多少錢 二六 六百到二六之間 二五 兩千五 二五 兩 六百到兩千五之間 唉唷 老師你會害怕 我都走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 臉有在抖 你就抖一下這樣 驚恐的臉龐 兩千 兩千 你運氣很好的 對啊 給你看 你不要亂拿別 我沒有亂拿別 真的 對啊 兩千 我用不老師啊 還有新春爆爆了 好 所以我要再添一包就對了 是不是 對對對 好 那我就這個號碼吧 加一點啦 加一點好不好 加一點 就可以了 你要簽名啊 我欠啦欠啦 哦 哦 哦 西春 對啦 對啦 沒辦法就剩了 等一下這邊都塞不下去了 很累 但是 菲菲老師 你不要我一叫到你的時候 你都會丟一下這樣 丟一下然後臉還會抖一下 他寫說 不要過來 現在要請你說故事 所以有一年你自己為家人做年夜飯 結果非常的澎湃這樣 其實每一年呢 我們家的年夜飯都是長輩在長廚啦 然後我們家長輩很會廚藝 那那一年就是剛好我剛學廚藝的時候 然後呢 因為長輩都會一直念說 啊小孩 就女生也是要學廚藝 以後自己會出去了 對啊 對啊 然後就想說 那我好不容易就有學了一些菜 而且要從清晨就要去菜市場 辦年貨 然後人擠人 然後最後還要到晚上準備最澎湃的一桌 對啊 然後那一天終於到了 所有的親友喔 就 越來越多人來到我們家 想說 到底要準備怎麼樣 可以吃了 然後第一個 炒蛋 第二個 炒青菜 對 第三個 義大利麵 然後第四個還有飯糰跟壽司 對 就是因為 妳過年請大家吃這個 可是都有啊 各國料理都有 妳確定沒有去學廚藝嗎 就是因為剛學廚藝都從自己喜歡的 開始吃 開始試 對 然後就把自己繪的全部的粉 你都搬上桌了 是 然後其實就各國料理都有 對 然後長輩其實看到了 感覺到他們就是三條線 對 因為唯一的就是幾樣的這個年菜的代表 第一個年年有餘呢 這個頭尾是分離的 蛤 因為你知道剛學廚藝那個魚的火候 真的很難掌控 對 然後人家那個蘿蔔糕都是好彩頭 我們家是黑柴頭 因為焦掉了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長輩也就是 都很開心地把它吃完 也很捧場說妳終於可以嫁人了這樣 是嗎 是嗎 就是吃完心裡說 趕快把它嫁掉 對 不要再煮了 留著沒有多大用處 對啊 嫁出去看好了 不要再煮給我們吃了 但是像有時候回想起來真的很難忘 因為我有很多長輩都已經一一離世 不在了 然後包括我的父母親 所以說有時候想起來會讓我覺得說 很感恩 很感謝 然後也珍惜每一天 是 我不要能夠體會這個心情 對 我們要珍惜每一天 團圓夜 團圓夜 雖然很多人不在 但是在我們心裡 它就一樣是團圓夜 是的 永遠都在 好 來 玲玲老師可以教我們一個招財的小祕法嗎 怎麼樣在2020年大船 那個船入港 是 大船入港 也就是說讓你的荷包如何滿滿 所以要準備有幾樣 第一個 是要準備的是 紅包袋 紅包袋上面要寫 對我身材 把它寫好就像老師 現在有釋放的一個 這樣子 對我身材 對我身材 好 再來呢 第二呢 你要將這個紅包袋 摺成這個一艘船 要摺成一艘這樣子 一艘船 一艘船 好 當你在摺的時候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摺船 因為我們在幼稚園的時候 都有 對 那是最簡單的 那你在摺的時候 一定要邊摺邊唸 福氣臨滿 財運滿載 一邊唸 可以多唸 一直唸一直唸 唸到你摺好了以後 再把這個 你摺好的船呢 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你要躺 放在枕頭底下呢 108天 然後108天的過後呢 選擇15的時間 跟那個土地公斤把它送走 這樣子你一整年呢 就會大喘入港 這個荷包滿滿的 哇 超棒的 超棒的 謝謝老師 好棒喔 看您自己斟酌了 我們都不強求 祝福您新年快樂 要謝您 這個福氣來年夠用嗎 要全家的福氣都在你手上 全家的福氣喔 他家全家喔 對啊 你有三個兒子 有的時候 我們老的健康平安也都OK 但三個兒子很重要 真的 全家 愛菲爾老師說故事 原言出戲 你想為家人加菜 所以第一次 哇 覺得今年有賺到錢 就想為家人加菜 那麼那時候很流行吃什麼呢 就吃大閘蟹 不是大閘蟹 是帝王蟹 帝王蟹 大閘蟹 帝王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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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說 要讓全家人在除細頁吃一點不同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假的 就是很假會 結果我到現場去買的時候 左挑右選 挑了一隻半大不小的 就要一萬塊 好棒喔 一隻要一萬塊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活體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店員講說 可以幫我打包嗎 然後我說我要用快遞寄送 他說很抱歉 新春期間呢 是沒有這個外送服務的 你要的話呢 就現場呢 就是包那個一個垃圾袋包給你 就要現場提著走這樣子 然後想說 我馬上就是要趕回家裡面去過年的 就除細葉當天 然後只給我一個就是一個 那個透明的塑膠袋 那我要怎麼回去 他說沒辦法 如果說你要的話 就是這樣子安排 就當場就買了一個活體的一個 帝王蟹 那個帝王蟹呢 因為太過活潑了 太過活潑了 我在搭乘那個高鐵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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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這樣子 而且那個帝王蟹呢 因為它有刺嘛 會把那個那個塑膠袋刺破 所以沿路上就滴了很多的水這樣子 然後後來買到家裡面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這個除細葉為大家 加了一道菜就是這個帝王蟹 那我媽看了以後呢 她就說 我不會煮這樣 因為誰家裡有煮過那種帝王蟹 對啊 因為可能外面買冷凍的比較方便 但是呢 我就自己假會買一隻活體的 那個帝王蟹就是很大一隻這樣子 她就想說 而且沒那麼大的鍋子住 對 所以呢 我就只能夠 就是說自己拿來剪刀 然後去把那個 那一隻帝王蟹 把它料理完畢 就是一個嘻嘻就對了 以後你還是訂年菜就好了 不要嘻嘻了好嗎 請你幫我們說一下 二零二年十二嬉小整體運勢是如何呢 每年的好壞會一直輪著過來 那現在是這邊 二零二年新的一年的排行榜 所以這個排行只是做個參考 只是第一名的 他要新春抱抱了 請問第一名的是誰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今天從第七名開始先 好的 來講起 好 我們先從 生效 各個生效先抱一下 雞 雞 龍 龍 羊 雞 雞 雞 龍 羊 我們都有兩個新春抱抱的 對 對 好棒喔 我屬蛇 好吧 我們談一下 到底誰最幸運 今年運氣最好最好 好 我們先從第七名開始看起 第七名是屬狗的朋友 我剛剛講過 他一定是一好一壞 好的是金魚 壞的是商門 金魚就叫黃金座的車子 黃金座的車子 你看載著錢到處亂跑 就是到遠方去求財 越求越多 那商門就知道 可能是你的家人這方面 健康各方面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給他的評語是 你跑一跑可以賺大錢 好的 好 我們看一下第六名 第六名是屬老鼠的朋友 你知道老鼠就是新的一年 就是太歲 一般來講太歲 並不是說太歲那一年 最好或最壞 他可能很好也可能很壞 可能是介於中間 像我現在把它列在中間的地方 至於降薪的話 就表示他能夠掌權 工作的表現非常的傑出 所以我給他的評語是 求某可承 心願得償 這求某不管是愛情事業錢財都算 好 我們看一下第八名 第八名呢 是屬牛的朋友 好的是六合 就是家人同事之間 彼此合作協力 然後病符 可能自己身體健康 自己的養生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給他的評語是 努力耕耘有志進程 還是不錯的 好 我跳上來看一下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是屬猴的朋友 猴是見路跟無鬼 那見路就是路 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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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錢 有福氣 那無鬼就是小人的意思 你要注意一下小人 所以我給他評語是 身材有道 收穫日風 還是不錯 往前才發展 我們看一下第九名 第九名是屬羊的朋友 這也是一好一壞 天移就是指貴人 你有貴人提拔 但是死福就是表示說 養生各方面吃住方面 你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給他評語是 掌握時機貴人多住 大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十二生肖的排行是這樣 一到四算是最好的部分 是的 那麼五到八 就屬於中間的部分 是 九到十二就是說 還要再加油的部分 對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是 鼠雞的朋友 太陰是好的 就是太陰 天上有太陰星君 他們保佑我們 事業愛情的成功 但是太陰可以知道 他比較保佑在女性 所以第四名的好呢 男性是不錯 女性更好 那麼勾腳就知道 就有一些摩擦 這個工作方面 親人方面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在這邊是 即興高照 即慶光明 看一下第十名 這下面就比較 剛剛講過 你要再更加油更努力 新的一年 你好運還是有的 第十名 你真的是設計得很好 我們現在各生效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被開出來也不會太難過 那我們要加碼十二 就比起來 比第一不會太難過 你會不要犧牲到胖嗎 第十名了 第十名呢 是屬馬的朋友 他剛好就是碎破 就跟太歲相沖的意思 那另外悅恩呢 就是說 等於是有恩典 還是能夠逢兇化吉 所以呢 我給他評語是 用心經營少勞多貨 好了第三名呢 越來越好的囉 第三名呢 是屬豬的朋友 豬的朋友 你看太陽 太陽星君嘛 就是照耀 保佑我們 那特別是指男性 也就是說屬豬的朋友 女性呢 也是不錯 但是男性更好 那天空就表示說 可能事情有時候好事成功 你還是要提醒您注意一下 凡事謹慎一點 所以評語是 事業大發 宏圖大展 好棒喔 好 下面看第十一名 第十一名呢 是屬老虎的朋友 有 他就遇到天狗跟翼馬 翼馬還算好啦 跑來跑去又能夠得財 順利成功 但是天狗就表示 會有意外的傷害 你要注意一下 每天外出啦 出行都要注意 好 評語是 也是不錯喔 好 第二名的囉 第二名呢 是屬兔的朋友 屬兔朋友呢 是福德跟捲蛇 福德一看知道 福德證什麼 就是土地公 他也是財神 那個才會由天上掉下來 或者賞賜給你 但是捲蛇呢 捲蛇捲蛇就知道嘛 犯恐蛇是非囉 是 好 我們的評語是 福祿臨門名利雙收 相當的好 越來越好 越來越不錯 在新的一年 好 最後 老師我為什麼覺得你陰我 最後是兩個對決 還有拿兩個生效典出來的 龍跟蛇 還有兩個 龍跟蛇 龍跟蛇一定會上榜 好 我們現在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呢 是屬龍的朋友 是白虎跟三合 白虎跟三合 白虎跟三合 白虎會咬人嘛 就是肯定屬於 意外災害 雪光方面 你要注意 你要隨身隨地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行物值 但是三合又是指好的囉 所以是 修心養性 平安是福 最後第一名最好的 三合最好的 是屬蛇的朋友 這是我們的主持人 你看我們還傻傻的 傻的 老師 你想的這個格很好玩耶 很好玩 還跳進你的圈套 看這個名聲就知道多好 但是 天餓酒不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好運之中 我們人人都是一樣嘛 謹慎小心 所以我的評語非常非常好 哇多好 而且才 萬事吉祥 非常好非常好 爆爆了 我本來想說 既然是這樣 那我們就包六千 但是老師說 有天鵝 那我就打六折 欸 欸 怎麼那麼大呢 六六三十六 你今年會升官又發財耶 我也不在算總統 我在升官發財 你要捨得啊 有捨才會得啊 是不是 快點啦 打六折三千六 好 那你要問一下我們的李玲老師 她今天都還沒有爆爆樂 誰啊 李玲老師 誰 你啊 你還沒玩爆爆樂 對啊 她今天都還沒有爆爆 你剛剛怎麼會騙過我 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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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老師也沒玩到耶 等一下會有 等一下還會有 是喔 他還有機會 有福老師幫我們來 未來一個月測試山谷 我在鼠年可以行大運嗎 老師你等一下解盤的時候 要把他們兩位解進來 這是 這是哪裡 萬一他沒有選到那一個 一百分的呢 這裡有一個一百分的 他沒有選到一百分 他更要增加自己的福氣 所以要玩一次爆爆樂 好 這樣有道理 選到一百分 要讓自己運氣加成 也要玩一次爆爆樂 好 我們今天的四個字都很漂亮喔 好的 新春賀喜 每個字都是好的 四個都是好的 只是看是哪方面的好 那麼請現場的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你也可以來選喔 好 你選的話不必爆爆樂 好 那麼現場貴賓 選到最好的要爆爆樂 這裡面就是一百分 九十分 八十分 七十分 好 看是哪方面 請選 賀 賀 新舊的新 新 一樣賀 賀 好不好 來 洗 洗 好 我也要春 來 春 新是艾菲爾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選新的話 答案是 親人團聚 欣喜快樂 這邊是親人的親的開始 這邊是欣喜的新的開始 吃到你的帝王蟹了 所以家庭和樂行大運 八十分 很棒 很棒很棒 已經爆兩次了 謝謝 好 下面看一下春 春是兩位主持人 是 玉佩老師 情投意合 情敬之好 很厲害 這個春是在我們整日學裡面 非常有名 就是因為它上面剛好是 情的開始 敬的結果 那古時候我們祝賀人家 叫情敬之好 是 就是好的婚姻嘛 你愛加油 我愛加油 桃花滿滿的 妳知道嗎 最近身體補得很好 都有在排卵 感情方面行大運 七十分 好 沒問題 好 下面我們要跳過去 看一下喜 喜是冠宇老師選的 善於經營 事業大吉 看一下 這個上面是吉的開始 下面是善的結果 剛好是善跟吉 兩個好字集在一起 好棒的 所以這是 工作方面行大運 九十多日 剛剛主持人說 林林老師跟菲菲老師 還沒有那個 抱抱樂 那剛好他們就選到要抱抱樂 兩位不是 就是他們兩位 好 看一下我們的賀 賀非常漂亮 上面是加碼 這個費就是錢財 錢財加錢 所以是投資精明 加倍賺錢 賺錢是一百分 一百分 好棒喔 好棒喔 要延續我們的福氣 來 下下下 來來來 各抱一個 其實你抱出來的 也是祝福自己喔 不是 我們要用喜樂的心喔 謝謝 生業多得越多 那心意 就看您自己斟酌了 我們都不強求 好 當然祝福您新年快樂 又是你 哎呦 這個福氣來年夠用嗎 好樂 不夠 不夠 哎呦 以後不敢來上 故意故意的結論 應該行 不要啦 大家高興啦 來來來 為什麼我得這麼大一 你做人就比較大氣啊 對 對不對 來 你看你行李多 而且 你是板橋林志玲嘛 我們都知道 命理界林志玲 不是 那是五美 不是 那是三重林志玲 這是板橋林志玲 來喔 來喔 看妳要剩多少 剩越多 妳要好氣越多喔 就是為自己天福天壽喔 天壽 太大 那我卷下去 我兒子會不會通通都有女朋友 當然會 會 妳兒子一人一棟房子 要全家的福氣都在妳手上 全家的福氣喔 他家全家喔 對啊 妳有三個兒子耶 對 有的時候 我們老的健康平安也都OK 但三個兒子很重要 真的 全家 很重要耶 這樣可以嗎 六千六啦 可以嗎 這樣要不然 一張數字啦齁 夠用嗎 謝謝 謝謝 加油 冬婷 冬婷是沒報 冬婷是沒報 吃烤乳豬的竟然沒有報到 來 謝謝 謝謝 全家喔 全家喔 來 五千夠嗎 來 觀眾朋友 明天還有更多 2020年的運勢要報 大家知道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對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明天見 拜拜 拜拜